巴基斯坦星期一发生导致将近200人死伤的医院爆炸袭击案 炸弹客趁着一批律师和媒体记者在医院参加悼念一名被枪杀的律师时 传入医院引爆炸弹 当下许多正在吊咽的网客瞬间沦为王者 现场血肉模糊一片血腥 塔利班事后承认干下恶行 巴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同声谴责 而幸存的律师也生生促请政府自强 不要退缩打击暴力让社会找回安宁 这起极度血腥的恐怖袭击 星期一发生在西南部城市奎达的政府医院 当时医院内聚集了上百名律师和媒体人员 上一刻大伙都在追到被枪杀的律师工会主席 不料下一刻就传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 会场变成人间炼狱 保守估计至少有70人丧命 112人受伤 总理谢里夫在军队总司令陪同下 赶到医院探望幸存者 由于伤者人数众多 当中不乏重伤者 医院估计死亡人数还会攀升 而侥幸逃过死劫的一名律师 愤慨地促请总理不能退缩 必须加大力度打击恐怖主义 我们的一名律师工会 塔利班巴基斯坦分支随后通过电邮宣称策划了这起袭击行动 不过当局没有证实电邮的真伪 联合国和美国相继出面谴责暴行 联合国发言人法汉哈克指出 袭击者将目标对准追悼者是非常可怕的行为 并呼吁八国政府必须将凶手和策划者绳之以法 美国则指出袭击者瞄准司法界人士以及媒体群 明显就是要打击八国的民主体制 美方将不遗余力协助盟友对抗这股恐怖势力